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名字叫刘岳霞 今年48岁 我是黑龙江省 府警是七兄农场的一名工人 2014年的秋天 早晨上班鼻子就出现了 血流不止 经过一个多月检查治疗 发现是系统向红毛疮疮 从来没听过这种疾病 就有点不相信似的 当时医院的大夫给我说的是 生命的最长期限 也就是一子二年 我就想放弃治疗 我是一个非常自信要强的人 就是在丈夫死了之后 都没有打倒我 自产室的了 要室的吧 自产室的 自家的 新宅的 2块3嘛 给我给2块钱 都没有 都没有 那行 没事 自己家的 种点餐 卖点餐 下来就能卖点流用钱 因为到冬天的时候 我就不能出去了 他这个手啥的 就到冬天就不好使了 3块7个3块 我每天就是2点半左右 就起床 我就去上棚里头自己摘去 开了电动车 我就去菜市场 卖新鲜的 因为我的菜 一点农药残留啊 都没有 完全是绿色食品 市的吧 新宅的市的 自产市的 房子咋卖呢 这个咋卖呢 这个5块钱2斤 小圆呢 5块钱2斤 2块5 5块钱2斤 2块5 自然是熟的 卖到不离京东西 是 卖到将近7点 6点半往后 我们就散散了 卖到将近7点 我们就散散了 卖到将近7点 都进口一样 小学生 孩子一直都不知道 上大学才知道我得了个病 我怕她思想有压力 怕她不上 我住了四八田院 我也就是用药来维持的 这是我的女儿王楠 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觉得自己 就好像是心脏 都要停止了似的 晚上我给孩子拨了个电话 我就问孩子 假如就是妈妈不在跟墙 你这大学能不能上下来啊 她说妈你咋的了 她说妈 我应该不上学 我也得跟着你 我爸爸都没有了 那我再也没有妈 我的学上不上也没用了 每当我想自己放弃生命的时候 总能听到女儿就在旁边喊 妈妈 真就是那样 最困难的时候 从床上已经起不来了 女儿回来了 陪了我十四天 学校要返校 要不你就辍学 哎呀好容易考上了大学 就拥有我孩子就辍学了 硬承着我就说我好了 其实我一天吃六片去同片 定着 把孩子全回来学校 等孩子上学校走了之后 我还是起不来 有时候这个病情就是给你折磨的 我真不想活了 但是心是心是孩子 要坚持吧 活一天孩子有个家 要是天气热的时候呢 我有点害怕 怕患病 等到下午 虚威凉快一点了 把第二天要卖的菜 就下进来 要不早上赶不了 因为你一个人 提前摘车都不好看 你说怎么管你去领导 单位多好啊 这些年一直帮我 直到我自己 往南不在家 我自己在家 在这三年期间 要不完全是靠他们来 来维持我的生命 一直到现在 去年呢 骑行对面水可大了 我的棚都烟了 特别是孙书记 也有财务部的领导 他们组织一些人 帮我背出来 帮我卖 一点都没有浪费 还辛苦呢 要有啥困难 我要一提出 可及时了 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 总求人了 他们来问我 没有他们 也没有我母女俩今天 我刚接触这个刘月霞的时候呢 感觉他就是生活负担非常重 对这个生活呢 没有这个目标了 经过这两年的帮扶呢 也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改观特别大 从我接触的时候 年收入可能就是在几千元左右 到现在的话可以超过两万人 我现在觉得国家的政策这么好 女儿呢 学业呢 也完成了 孩子挺有希望的 该回家了 我呢 现在的病情呢 在他们的帮助下呢 有所好转了 现在呢 我的心情就是比以前强多了 对生活呢 非常有信心